觉得一个月这个一千多块钱太低了 那老板说你们要多少钱呢 那我们最少要三千块 那么坦白讲这个就接受不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 迟早也会跟欧美是一样的 我们的人口红利时代迟早会过去 甚至说我觉得已经这个逐渐逐渐马上就要过去 所以我们的人力成本将来会非常大 那么对于这些传统的餐饮业的这个业者来说 他们将来会面临跟欧美的这些这个同业是一样的问题 他们的人力的成本会很贵 他们怎么解决降低人力成本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只能通过信息化 那么当然了这个要跟这个移动互联网要相关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这个互联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我觉得在这个领域 至少我们在上海和深圳我们参与的一些项目里面 现在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现在有多种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上海 上海有一些高档的这个会所里面现在已经在做 那么初期那么iPad是怎么给他们的 是租给他们的 租给他们的 那么一天比如说收100块 他们都很愿意接受 没有问题的 他们完全可以接受 那么当然你说你有一个iPad是没有用的 大家都知道你必须得相关的开发软体 那么他整个他的餐厅的这个网络环境和软的环境和他的这个CRM都得通 那么其实你们只是用移动互联网这个敲门砖敲进了这个行业 那么其实他有大量的后台的部分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传统的餐饮行业 甚至很大型的餐饮行业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是非常低的 你们也许通过移动互联网进入这个行业 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后面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 这个其实就是我要坦白讲 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信息不对称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LBS 我们在谈网络这个社交 谈这个CAKE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会已然 那么事实上你和这些人谈 坦白讲他们都听着像天方夜谈 我觉得是这样子 财富的来源某种意义上讲就来自于信息的这个不对称 那巨大的财富的来源来自于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信息很对称 所以坦白讲我们就很难创造财富 那我们应该去哪 我们应该去找跟我们信息不对称的人 他们会认为你们特别的值钱 我们彼此坐在旁边 我们不会认为彼此特别牛 包括我 我估计大家也不会觉得我特别牛 OK 医疗我跟大家说一下 医疗的我们有一个数据 我们美国的同行呢 在美国去年有一家这个连锁的医院 民营的 那么在美国 他做这个移动医疗 移动医疗 其实我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方法来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是一个医院给一个这个这个病人 或者长期看护的心血管的心脏 那我们是需要 每隔15分钟半小时 我们要去量一次血压的 量完之后呢 我们会要打电话 告诉我们的这个医生 我现在什么情况 或者说我自己去学习一下 那今天 在海外 我先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吧 这家医院现在通过这个智能医疗 那么现在的 他的去年的一年的营收已经超过5亿美金了 那么他的生意的模式非常简单 是一套设备99美金 那么有智能手机的 比如说iPhone 有Android的智能手机 他有一个APP会给你下载 然后呢 他有一套这个传感器 那么当然了 他还有各种可选的贴片 你可以贴在身体的很多部位 那么你的心脏的跳动 你的血压 你的各个指数 那么某种医生讲 都是可以实时得到接控 那你这个时候 你是不需要去 再跟这个医生去交流 说我的这个血压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医生实时的通过手机 也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他的软件也是可以给你侦测的 比如说你现在可能有问题 那你需要 现在要进食 比如说糖尿病病人 心血管病人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OK 旅游行业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国家旅游总局呢 这个 已经在制定一个计划 未来可能会在 全中国的这个五星级酒店 会推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全中国的五星级酒店 每个房间里都会放一个平板电脑 有听说过这个事了吗 还没有 所以我们信息不对称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 那么这件事马上会在北京 不是马上 是现在已经在北京进行试点了 那么你说这个房间里面 每个房间里放一个平板电脑 有什么用 那我告诉你 大家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首先第一个 对于很多涉外的旅客来说 很多涉外的旅客 坦白讲有些是身份不明的 比如说来自中东 来自一些地方 身份不明的 是需要有关的部门 是需要去监测它的 那么以往的监测方法的成本 是坦白讲是很高的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平板的方式 通过这个便携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方式 那么这个功能是可以做到了 但是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展开了 因为这个比较OK 所以这件事情在北京已经试点了 据我所知 已经有至少有三家五星军队院 已经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它未来也会有重大的一些商机 那么大家可以想 北京进行试点之后 那么明年北上广深 那么省会城市 我觉得都会做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见得都是北京人 可能都是来自于这个五湖四海的 那我想的话 大家可能在各地都会有一些你们的关系 那我想的话 这些事情你们不妨可以去考虑一下 它的技术含量 坦白讲并不是的那么高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件事情上 利润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我的时间这个好像不多了 所以我就不太展开了 但是我这个 我可以跟大家这个讲一讲 这个是这个所有里面信息最不对称的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当你和一个煤矿的老板 谈移动互联网的时候 他会把你惊为天人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人 因为你讲的东西他完全听不懂 听不懂的东西往往都是挺牛的东西 是 那我昨天晚上就和这个山东的一个煤矿的 这个叫什么老板也好 叫什么我们聊了很久 那么现在国家在做一件事 国家安金总局在做一件事情 首先第一 没矿 未来是强行会要求采购什么呢 采购救生仓的 救生仓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在井下遇到这个特殊情况下 我们的矿工是可以钻进去的 那么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好 国家至少现在没有强制说必须采购谁的 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商机还是有的 那么它的利润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厚的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事 那么第二个 煤矿的矿下面的基于非这个这个广域网的LBS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得懂吗 在矿下面你是没有信号的 那么在矿下面的LBS 比我们在地面上的LBS重要很多 因为矿下面很危险 我们今天 我们大家都在地面上 我们都在伟大首都北京 我们知道你在哪 LBS切客一下 坦白讲只是一个很无聊的 很碎片化的一个事情而已 并不涉及到什么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在矿下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信号没有了 如果这个人不移动了会怎么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这是涉及到人的生命的 那么换句话说 现在煤矿如果出事的话 人数超过一定的话 当地的城市的一把手是要下课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这个简单的再说一下 这个航空是因为我两周前 在国航 国航集团 请我去给他们讲 这个移动互联网 那么大家知道 国航在11月15号 那么北京开成都的两个班机上 已经有这个无线WiFi了 大家应该这个应该都知道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将来中国大陆境内的 这个国内航班的飞机上 都有WiFi之后 并且明年的三 明年的三季度就会和地面的互联网相连 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生意机会 在美国 空中互联网的机会是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超过10亿美金的 这个 每年的这样的生意 我觉得航空是大家可以特别去研究一下的这样的领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国航的 如果说你们去北京飞成都 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在飞机上提供的那个WiFi的这个服务 那么提供的那个软件的界面 大家都会觉得跟你们的水平完全没法相提并论 那是非常烂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叫随意聊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在飞机上 我们可以互相通过平板 通过电脑可以互相聊 但是那个界面坦白讲 那是我们这个10年前的水平 但是 但是我们的航空公司非常有钱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它非常有钱 这个 并且这个我上次国航请我去做咨询的时候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我说在移动互联网领域 在云管端这个领域 国航做什么 包括航空公司做什么 其实就是做管道就好了 你就应该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架设好基础的环境 架设好机舱内的WiFi 架设好和地面的这个互联网的连接 那么剩下来的事 应该交给谁 应该交给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人去做 那么我想的话 这个应该大家都有机会 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也可以这个找我啊 我也可以帮忙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下 你们去试一试啊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机会会非常非常大 最后再说一下汽车 因为汽车是我比较钟爱的一个行业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现在 我就举个例子 为什么说我说汽车这个领域 会未来会特别 车联网这个领域为什么会特别好呢 首先第一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中国的这个有车的车主 肯定都是互联网用户 对吧 那么坦白讲 他也是中国互联网用户里面 这个优质的用户 那么第二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大家看到开各种各样的论坛 但是坦白讲 以我的了解 论坛的主办方这个能够挣一些钱的 我都很少见到 但是在中国的上海 每年的12月份会有一个全球的车联网论坛 那么今年因为我也是主持人 我非常清楚 今年来了 全球来了大概有900人 门票是多少钱呢 门票是8900块 一分都不打折 那么赞助是多少呢 赞助是40万人民币起跳 那所以大家可以计算一下这样的这个收入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靠谱不靠谱 最后是钱说了算 不是我们人说了算 OK 同意吗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们的永福与我们的宇永福同志 那个贡献的一个最后一个靠谱路径 这是卖身脏腹 宇永福同志认为在移动互联网年代 不会像互联网年代一样出现一家公司 创业公司能从零开始做一个产品 一直做到IPO 他觉得那比中彩票几率还低 那他认为就做中间这一段就好了 做到还可以 引起了巨头的注意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就把它卖掉 就可以了 我们再去做另外一个 再卖掉 然后我们再去做第三个 我坦白讲 我对这个 我还是比较认同的 所以我写上去了 OK 那么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Q1LA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一个问题 然后就结束 好吧 如果有什么事 咱们线下我们再联络 好吗 那个我是建筑行业 在建筑行业 我做建筑设计方面的 就是我想 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些 我很想跟我自己的行业 这个拽在一起 可能我感觉 是不是煤炭行业 就是跟政府垄断的 跟政府有关系的 但是您对建筑行业 有什么了解吗 就是我们如果想在建筑行业里 做一些这个事情 能够帮助建筑行业 然后又能赚钱 您觉得可能是哪些突破口 您这个一看就钻到 这个钱牙里面了 当然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我们拼爹拼不了 我们至少可以拼钱 我这个领域 我没有特别的研究 但是据我了解 这个建筑行业在海外 跟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联系 是比较大的 包括在台湾都有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的 投资会非常大 那么就是AR的技术 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行业叫虚拟实境的 增强实境的这个行业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可以把一个建筑物 那么今天我们的设计 坦白讲很难出一些特别亮的亮点 但是今天我们在 我们看到海外有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你可以把 这个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的这个电影 可以把他的主要的演员 可以把他的背景 那么可以做成 坐在我们的APP里面 坐在这个云端 那么当你到这个巴黎的时候 当你在那个的时候 你的摄像头在那对着他 也许这个地方会呈现 这个虚拟实境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你为这个建筑坦白讲 增加了他的这个灵魂和生命力 这个当然是很好 但是中国大家看很少有这样的 因为这个投资是非常大的 这种投资往往是需要政府来拉动的 比如说我们的北京 有很多名胜古迹 对吧 那如果我们的政府 把圆明园 对吧 那我们的摄像头 我们照一下的时候 我们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都能看见圆明园 没有被烧毁之前的面貌 甚至说我可以下载一段视频 我可以去买一个纪念品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这个投资 我可以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目前来说 民营企业都没有太多的去介入 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